现在提起扶桑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日本,但是真的是日本吗? 我们很可能低估了我们古人远行的能力,查阅古籍,更多的证据在表明扶桑国绝不是日本。 Hello,大家好,我是探索一星期的小新,本期我们要聊的是神秘的扶桑国。 为什么那么确定扶桑国不是日本呢? 其实在我国古时候,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倭国,而且这个称呼甚至可以追溯到山海经的海内北京。 齐类写着,倭国在戴方东大海内,戴方指的是朝鲜平壤西兰地区,在汉代史该地区被称为戴方郡。 那么关于扶桑国的记载呢,在《娘书东夷传》中说,扶桑国在大汉国以东二万里, 《南史》里面记载的是,大汉国是在文申国东五千余里,而文申国又是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 在结合《倭国传》里面说,由倭国至扶桑国,传行一年可制。 由此可见,倭国与扶桑国已经是相当遥远了。 更重要的是,日本及附近的岛屿也没有类似扶桑的植物,而且日本的史料里面,也没有关于日本就是扶桑国的记载。 现在我们对于倭国是日本的代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然而扶桑国很明显不是日本,那么不是日本会是哪里呢? 按照这个距离,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一个大陆,就是美洲大陆。 而且很多的证据表明,扶桑国就是现在美洲西海岸的墨西哥。 关于扶桑国的情况,《娘书》的《东夷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就是在公元499年,扶桑国来了一个和尚叫惠生,这个和尚游逆我国的和山,到了荆州。 当有人问他关于扶桑国的风土人情的时候,他跟人介绍说,扶桑国处在中国的东面,位于在大汉国的往东,差不多有两万里的地方。 在他们那里有特别多的扶桑树,正因如此,他们那里才叫扶桑国。 扶桑树刚长出来的时候,特别像竹笋,但是它的叶子和梧桐一样,果实像泥,但是颜色是红色的。 他们也有文字,只是用了扶桑皮做的。 在他们那里没有城墙,也没有武器,不会互相攻打,发起战争。 刑法设立有南北监狱,犯轻罪的人会被关进南狱,犯重罪的人会被关进北狱。 在北狱的人,生的男孩到了八岁就会带去做奴隶,生的女孩到了九岁就会被带去做奴婢。 而在北狱的人只能在捐狱里终其一生。 在惠生和尚的描述里,还提到了一个叫对鲁的贵人,这个很重要,到后面我们会聊到。 他还描述说,他们那里的牛的牛角很长,能够承载很重的东西。 出行的交通工具有马车、牛车、路车。 在他们那里的人,养鹿就像我们养牛一样普遍,还用鹿奶做奶酪。 他们那里还有很多的葡萄。 金属制品方面,他们那里是没有铁的,但是有铜和金银等。 但是因为他们对于金银没有很推崇,所以吃场上也是没有怎么流通的。 关于婚姻方面,他们那里的相亲形式还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蓝方去女方家门外造屋,早晨晚上打扫干净。 过了一年,女方觉得不合适就驱赶蓝方,要是觉得合适就会成婚。 结婚时的礼节方面大致和中国是相同的。 根据惠生和尚的描述,文中所述的扶桑的物产和风俗习惯,的确很像墨西哥。 至于原因,我们后面会聊到。 而且这一段文字在唐代李延寿编撰的《男史卷79》中又重复出现了一次。 娘叔和男史同是唐代的作家编撰的。 他们的时代距离南北朝还算近,所以他们的记录还是有很大的可靠性。 关于惠生和尚描述的扶桑木,很有可能就是墨西哥人说的龙蛇蓝。 它到处生长,高达12米。 墨西哥人日常饮食和衣料等都是要依赖于这种植物。 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古代有巨大的野流,油脚是很长的。 这些也都符合惠生和尚描述的。 熟悉墨西哥的朋友应该会说,古代的墨西哥是没有葡萄的。 因为很多资料显示,欧洲人到达了美洲,葡萄的种子才从欧洲输入美洲。 然而有史学家们研究发现,在欧洲人未到达美洲以前,美洲已经有野生的葡萄,就是娘叔中说的葡萄。 法国人房农在1932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中,也说欧洲人出到美洲时,被美洲称为外衣奶,意思就是葡萄粥。 因为那里出产一种葡萄,可以用来运造美酒。 至于关于一些资料显示美洲没有马,是后来西班牙人把马运到美洲去。 但是,动物学家根据地下挖掘的动物骨骸,证明美洲在远古时期曾有马类生存,可连卫生生活的时代,墨西哥一带仍然有马也未可知,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些马突然就灭绝了。 我们前面有说到,关于扶桑国南北域以及刑法制度,这恰恰也是墨西哥玛雅人的制度。 并且墨西哥玛雅人的首领名称为,正是会生和尚所描述的扶桑国贵人,大小队禄。 而关于玛雅人的起源,他们的描述也似乎在印证着和中华大地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仅这些,在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每周印第安人》一书中,还证明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会熔念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念铁的。 这一点与会生和尚的描述也是相符的。 在墨西哥出土的很多碑客中,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米领的大石相似。 还有的石碑有一个大龟,高八英尺,重二十吨以上,雕着许多象形文字。 据考古学家判断,这些显然都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同时,墨西哥境内还发现许多汉人的古碑、古钱、古雕等等。 秘鲁发掘到了一块古碑,上面竟然刻有太岁二字。 同时,厄瓜多尔也发掘出许多汉王莽古碑。 而且,关于我国古时候和美洲大陆的联系,山海经中东山经的山系名称等似乎也给出了佐证。 一位清代学者研究后,认为这些山系地貌在中国大陆很多都不相互,也没法考究。 而美国学家莫次研究后认为,与现今北美洲中西部北起加拿大,难道墨西哥的地理竟然完全相合? 沙海经、东山经居然成为一篇四千年前北美西海岸科学考察记录。 相信这不是巧合。 既然不是巧合,那就是有人游腻过美洲的山川,并将这些记忆带到了中华大地。 那么这个扶桑国是怎么成立的呢? 1907年9月,日本学者白岛库吉发表《关于扶桑国的论著》,首先提出商人东渡美洲之说,中国国内最早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董作斌。 他推测商朝的25万军民很可能东渡大海,到达了美洲,而领导商军东渡成功的就是优后系。 这个事件后面我们会详细聊到。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有朱千枝、王国伟。 1910年,朱千枝完成扶桑国考证,顿正了日出国和殷桑国的血缘关系。 1953年,美国的亨尼尔特·莫茨博士发表了名著《挤进褪色的记录》,首次宣告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已经到达美洲。 中国太平洋研究会海洋文化专业委员会研究员王大友,于1992年写了一本《中华祖先拓桑美洲的书》,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商墨的游后席率领殷商军民25万人历经艰辛九死一生到达中美洲,并最早地建立了日出国。 他们是中美洲玛雅文明、奥尔维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的缔造者。 1996年11月1日,一个新的发现在次轰动世界。 当天的《纽约世界日报》报道,北京商代学术专家陈汉平在9月华府举办的一项美洲奥尔维克文明展览中, 发现一件1955年墨西哥出土的纳文塔第四号文物的玉龟,刻有四个符号,是三千多年以前中国商代的甲骨文。 陈汉平读出了这四个数牌符号的大意,统治者和首领们建立了王国的基础。 美国奥克拉荷马州中央州立大学的华人教授徐辉也认为, 美洲文明之母奥尔维克文明和中国商代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许辉寻觅到两百多个玉龟玉雕上的甲骨文字样, 并带着其中的164个字模两次回到中国。 请数位中国古文字权威专家观看,得到了这些字属于先秦文字字体的鉴定。 在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商周牧野之战时, 周王派七万奴隶兵出战州军,而将精锐部队扔留在东移, 由优后席统帅。统帅大军的将领优后席是一个诸侯国优国的国军, 其属易优国在京安徽宿县附近,是通往江苏淮英的重要通道。 优后席是周王宠幸的重要将领, 在周王巡兽和征伐的祭士甲骨上都有他的名字。 优后席并未参加墨野之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墨野之战后, 伴随着殷商王朝的灭亡,优后席统领的十万殷军主力却突然从沿海地区失踪了, 同时莫名消失的还有仁方、宁方、虎方三个方国共约十五万人,成为千古一岸。 二十五万人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们去到哪里都会引起不小的震动。 优后席当时接到战报,殷商节节败退,大势已去, 同时也接到密报在遥远的东方,存在着没有一个被开发过的大陆。 对于他来说,再去前线,只是让这十多万的人成为刀下亡魂。 同时他又不想直接投降,再加之他回顾历史,看到的是争乱不断, 于是他私存再三,最终决定和将你们策划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东迁之路。 虽然路途艰难,但是如果成了,则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国度。 于是我们现在向遥远的历史去看, 惊奇地发现二十五万商军和东夷人失踪的同时, 在中美洲现今墨西哥的位置,突然建立起了一个墨齿扶桑日出国, 并创造了美洲第一文明,奥尔梅克文明。 墨齿扶桑日出国繁荣到公元前一百年左右,毁于地震。 此后,一部分人迁到碧鲁北部,建立了佬举黄金王朝。 另一部分人迁到智利北部的安帝斯山,建立了印加帝国。 除时间的巧合外,更令人惊叹的是, 奥尔梅克文明具有浓烈的殷商特质, 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当地土著居民,以鱼舍为其图腾崇拜。 而伤识的东乙,正是以鸟为图腾,从中似乎可以看出其文明传承的基因。 墨西哥部落酋长所戴的是,有羽舌神的帽子行制, 左右分叉有白色的羽毛。 其形象与连云港式的将军岩石化第三组中与神人面文相似, 这也许正是血缘关系的在线。 人种学家甚至惊奇地发现, 中国东部沿海出生的婴儿臀部特有的青色胎记, 在印第安婴儿中也是普遍的遗传。 此外,美洲印第安人祖先斯比特拉蒙特贝雕像 与1957年在连云港市东海县昌尼水库发现的 福西女娲交尾图如出一辙, 美国东部与墨西哥地区发现的印第安人的福桑图, 则与连云港市东磊摩湖山发现的颜客, 西河福桑图很是一致。 1979年5月, 圣地亚哥大学考古学教授詹姆斯·莫利亚地 给我国著名学者贾兰坡写了一封信, 三年来我们进行水下考察, 在加利福尼亚帕洛斯费迪斯半岛的潜水中, 发现了几件石制品, 它们可以古老到三千年前, 在北美沿太平洋沿岸, 没有这样的石制品的任何考古记录, 在亚洲却有作为石定的考古记录。 词书解释为垂州史, 美国学者提供这一材料, 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远古的信息, 亚洲人三千年前曾远航至北美的太平洋沿岸。 此外, 还有一个史料引起人们的种种推测, 1863年, 一位叫布德布尔的学者, 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家历史学院档案馆里, 发现了三百年前南达主教所记载的玛雅人的许多传说。 听海上神怒来过12个高文化的民族,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明, 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上居住的玛雅人, 他们自称是三千年前由天国成地逐州, 经天之福桥诸岛, 到科畔河畔众豆麦尼鼠的农民。 这里的海上神怒和天之福桥, 似乎正好暗示了商人的东渡之路, 毕竟那是在三千年前, 而且是在商周朝代更迭的时期, 很多事件容易被忽略, 并为重要的是, 自1492年以来, 殖民统治者在美洲杀害了几万印第安土著的同时, 也毁灭了印第安玛雅奥尔梅克的文明。 所以关于商人东渡和印第安玛雅, 奥尔梅克的文明的建立, 都只能更多地去研究为数不多的资料和遗迹, 尤其是让很多人感到惊诧的, 就是他们的东渡之路。 我们现在看来, 在遥远的三千年前, 既无远洋航行的船舶, 又无导航的设备, 商人如何能够战胜惊涛骇浪, 到达大洋彼岸? 那么远古的人类造船技术怎么样呢? 研究发现, 东夷人民六千年前就能造独木舟, 甚至用芦苇编织的舟船都能进行海上航行。 出行的工具有了, 那么路线呢? 航海学家经过多年的航行, 发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规律, 北太平洋海流的流向和龙山文化遗址的分布, 几乎是两条并行的轨迹, 这条海流带在北纬35度左右, 为常年西风带, 东流顺风顺水, 流速固定在每日25海里左右。 而在这条海流带经过的朝鲜, 日本, 阿拉斯加和北美太平洋的海岸, 都曾发现龙山文化时期, 人们所使用的油孔石刀, 石虎和神文桃, 细黎黑桃等, 也许在那个时代, 海平面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一路下来, 更像是一座浮桥。 一座座岛之间只需要承载竹法, 再顺着洋流就可以轻松到达。 所以当时的人度过的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只是后来海平面慢慢的升高, 所以后面的朝代便逐渐减少了和美洲大陆的联系。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当时的人, 还是有很多我们未知的黑科技, 尤其是传之, 只是没能传承下来, 让我们难以理解, 毕竟不是有很多的遗迹都在震撼着我们吗? 看完视频不要忘记点赞评, 关注我, 我会定期更新视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